词曲 李宗盛 东道主佛陀教育基金会 在座各位同学 献上各位善知识们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一部《成佛大经 佛说无量寿经》 今天进度是第71讲 好 无量寿经有分上下卷 我们今天进度是已经在下卷的 然后上卷的重点就是四八大院 那下卷的话就是佛要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就弥勒菩萨 然后就是要代为 在以后在朔博世界 然后劝那时的众生 就是要发愿念佛往生极的世界 那这段经文是蛮长的 那首先的话就是讲的朔博世界 被武卓二世 然后人们就是被这个贪真吃三毒所遮障 那这段就是讲为了贪求财富 然后就是很多的亲情 家庭也不顾 然后武人也不顾 然后就是要去争夺这个财产 好不容易争到呢 结果财产不是他自己的 是五家所共有 然后就是打水漂 然后如果争不到呢 然后就称心又来了 就这样子 然后一世又一世 一世又一世的 不断的轮回 所以佛就把这一段讲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就是来看今天的经文 好 经文一请 孟神师姐念 经文一 祸时世家父子 兄弟夫妇 一死一生 更相哀悯 恩爱私慕 悠念结福 心意痛酌 蝶相故恋 穷日逐岁 吾有结矣 好 就是武藏说今有上下卷 上卷就是讲四八大院 怎么发愿 怎么成佛 然后把极实世界环境 然后都介绍的 就极实世界的正报 意报 都讲得很清楚 然后到下卷呢 就是 世尊就告弥勒菩萨 要劝所有众生发愿往生到极实世界去 然后接着就讲 我们世界众生为什么不能够发愿 或者发愿之后呢 也很难 往生呢 是什么道理 就是前面一大段经文所讲的 因为说不得世界众生呢 被这个欲望 财欲 为了财产 终于欲望 迷惑颠倒 所以把世界的真理颠倒了 看不清楚是非 借右讲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人人都有家庭 家里面的成员相处不好 又有很多障碍 所以家里人 如果相处不好 就会结怨 那这个结怨这件事情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们能够生长在同个家庭 是要累事有多少的善缘 才能够生长在同个家庭 所以生长在同个家庭呢 照经文法师的说法 不外乎有这种情况 就是报恩的 还恩的 或者是来讨债的 还债的 自送亲心 所以生长在同个家人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来报恩的 那个叫贵子 有些是来讨债的 那个叫逆子 所以每天打开社会新闻 就会看到很多的 叫家庭的逆轮的产剧 就是子女 就是跟父母要财产 要不到 然后就对父母起暴力的 或是杀夫杀母的 这种的 五逆十二都干出来了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 就今天今天讲的 你家里人结怨 就会互相报复 那么这样子 会生生世世不断的 就是来讨债 互为冤心债主 彼此 残对方 就是 你就不能够解脱 所以接着讲 是要摩尼佛 悲悯众生 因为种种障碍 不能够信佛 不能够信基督法门 上师基督讲到这边 那刚才念的这段经文 是另外一大段 佛说果报不爽 世尊讲 任何人在世间 你造的业 三业就有三报 二业就有二报 果报丝毫不爽 这一大段分四小段 刚才念的是四小段 里面的第一小段 叫眷属恩爱结伏 眷属就指家人 家亲眷属 恩爱结伏 这是讲好的 就是感情很好 感情好就是互相恩爱 这是好事情 就世间法来讲是好事情 但就出世间法来讲 这反而是一种障碍 为什么 因为你会被感情所束缚 所以刚刚前面有讲到 你欠人家的债 一般讲欠财产 那又欠生命的 就是 你拿人家财产 你就欠人家的钱 你杀对方的生命 你就欠人家的生命 那还有一种叫感情债 就是对方给你付出感情 结果呢 你亏欠人家 或是你有答应人家 然后就是 没有去回报人家 那么你就会欠这个感情 这叫感情债 所以这边讲的恩爱 结福 就是指这种感情债 那么这也是一种烦恼 就是说在世间有的眷属恩爱 世间法是很好 但出世间法 反而是这个结福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要 灵命中的时候呢 你会舍不得对方 所以在 往生路里面就有看到 或是 古代的跟近代的都有看到 灵命中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圆外 本来都有人在念佛的 结果呢 灵命中大家在给他注念的时候 就房门突然打开 这个夫人就哭哭啼的说 相公啊 你怎么舍得我走啊 这样一哭哭啼啼 你说那圆外还走得了吗 你一走不了 你这个灵命中的最后一念 然后就会把你再带回来 这样子就会把我们拴着 出不了这个轮回 所以这样说的话怎么办呢 在世间的话没有家庭不行 但是有家庭之后呢 你自己就是要怎么样 你要能看得破 要放得下 也就是说你成家丽业没问题 你有家庭眷属也没问题 但休息人你知道这个感情 是你要能够放下 那这边就讲 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摩羯居是很了不起 有家庭 有眷属 而且他的眷属非常多人 财产也很多 但是呢 他能够表法 无有挂碍 不住相 相当不容易 所以他真的有做到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切法 都不着相 一切法 都不住 所以一切法都不要着相 不着什么相呢 金刚经上面所讲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寿子相 你都不住 你不住 你才能够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呢 金刚经讲的 就是阿玛多德 三秒三菩提心 阿玛多德 三秒三菩提心 是什么心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上其佛道下众生 但是先一条件是 你 必须要先 解脱这个六道轮回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六道轮回 都没有挣脱 你会生生世世都被绑在 在这边 这边不是一个好的修行道场 所以世人在阿玛多德上面 就有三劝我们 以发愿 经发愿 当发愿 要怎样 要往生极的世界 所以极的世界是一个真正好的修行道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 一方面自己 就是 你要顾好世间法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义务 比如说 奉父母之命 就是 结婚生子 传统接代 把它当成一种义务 然后呢 你还要再顾到 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是什么呢 就是 你要修行 解脱 解脱之后呢 然后 最好是能够去到极的世界 然后发愿再来 来度你的家人 然后一起解脱这个六道轮回 这个就是自立地他 也是菩提心的精神 那金刚经又说 若以色见我 以因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讲得很彻底 常春就讲这个 也是不住相 普通法文就比照金刚经这样 一丝一毫相都不行 那进入中呢 可以着相 着什么相呢 你就着在佛相 阿弥陀佛的佛相 可以 你可以着在法相 什么法相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可以 好 但是 我像人像 重生受者 这个不能着 你可以着的是 法相 但是等到你到了极的世界之后呢 你在那边修行 你那边所着的 法相 你自己会逐渐的会放下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 一切普通佛法 都能够了脱生死 都能成佛 打比方说 我们说十三一道经好了 十三一道经 我们一般都会以为它是 人天善法 所以看不起这部经 我以前也是 因为大家都是以而传而 就是人天善法嘛 十三一道 结果呢 后来就是佛经班同学 有人请法 就是 就跟我说 赛老师 能不能讲 能不能开讲十三一道经 我那时还以为十三道经 很薄嘛 那经书真的很薄 我说好没问题 这是小经 应该很快可以讲完 结果呢 就到了佛楼教育基金会 就这边的三楼 我就去找住戒 因为我奖金的原则就是 一定要有高生大的住戒 我依据那个来讲 这也是经文法师交代的 所以我就是去请 不要说你住戒 结果没想到 这么厚 十三道经 你经文法师的奖祭这么厚 好 一讲 每个礼拜讲一次喔 两小时 一讲讲多久 一年 那十三道经有什么特别地方呢 没有说他人间上法 但是 他的经文啊 十三要 十三页 道经的经文 这部经是龙王 沙绝罗龙王 跟塞尔摩尼佛琴法的 在经文的十三页的每一善 比如生三口是一三 沙道淫 生业有三马 沙道淫 不沙的经文后面 佛说 可以用这个不沙的功德 回向阿摩多摩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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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 行思善业 能不能成佛 可以 因为佛法它本身就是解脱到 所以你了解这个精神之后 就会知道 一切佛法都可以了托生死都能成佛 但是要了托生死成佛 就不能着相 那金鲁宗有个大方便的方法 就是凡夫呢都会贪图五欲 所以前面所讲的就是凡夫呢就是为了这个财场的欲望 就是一般人就是朝九晚五 采米油盐酱出茶嘛 因为这是世间法 但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人就是贪图 不当之宅 那个就贪图 那我们世间人这边说过世界最贵的 最有价值的就是黄金 对吧 所以世界各国要发行货币的准备 就是用黄金 你有多少黄金你才发行多少 等量价值的货币 要不然你会通货膨胀 然后你的货币就不值钱 但在其他世界呢 阿弥陀金有讲黄金为地 那这个就是说用那种的庄严 来吸引我们众生呢 你喜欢这种富富贵贵的 那就是去极乐世界 所以当去极乐世界之后呢 你发觉那边的地上 建筑材料 都是黄金都七宝 请问 你还会去贪那些的东西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你就想个比方嘛 如果今天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陆地 一切之间变成黄金 黄金还值钱吗 不值钱了 对不对 物以稀为贵嘛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佛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所以这个就是大三角方便的法门 所以才说靖武宗是一个大三角方便的一个特别法门 所以极乐世界 那些像是不是真的呢 相对来讲 是真的 因为今天有说凡所相其虚妄 你用这个理论去看 极乐世界的那些七宝石八公德水这些像 是虚妄还是真 所以这个就有人在争辩 极乐世界那些也是虚妄的 好 你什么时候才能说那是虚妄的 因为所谓虚妄或真实 是相对来讲 以绝对来讲 空性才是绝对的 凡所相皆虚妄 好佛像啊 摄影机啊 荧幕啊 是虚妄还是真实 理论上是虚妄 但实际上呢 是相对真实 只有当你的境界正到空性 你才会看出这些东西如什么呢 梦幻泡影 所以是虚妄或真实是相对而言 换句话说 当我们到极乐世界 你看那些七宝石八公德水 好 是虚妄还是真实 你境界还没到那之前 一切都是相对的真实 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知道那是虚妄的呢 等觉菩萨 破了最后一品身相无名的时候呢 一切的境界完全消失 那时你就进入到什么 常疾观进度 你就究竟成佛 你就成为法身佛了 这样明白吗 所以 当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 我们现在身体是虚妄来真实的 理论上虚妄 相对上真实 因为你还会饿嘛 你身边还是会痛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 就可以怎么样 计假修真 不要说跟外面没有学佛人一样 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 然后把所有的钱 都用在照顾我这个身体上面 结果呢 你当你 赚到 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后呢 就离命中 一样都带不走 你那时就会知道 原来 我奋斗的一生所追求的财富 带不走 你那时的觉悟呢 你那时的觉悟呢 会晚了一点 其实那个时候不叫觉悟 那时候会叫什么呢 遗憾 为了这个遗憾呢 会怎么样 你会再来 所以佛经上面就有这种故事 大富翁呢 很奸贪 他里面的金库呢 就全部都是金银财宝 但他不肯 来做布施 就死掉之后呢 就变成什么 一条大毒蛇 就锁着他家的金库 最后是佛陀 去 去把他家毒蛇 给他收服的 好 所以学金银宗呢 持民念佛 我们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这句阿弥陀佛佛号呢 功德不可思议 祖师大德就讲 以民造德 阿弥陀佛这个万德鸿鸣 你念一句这个名号 你就招请的阿弥陀佛的实际功德 就来加持我们 但是要怎么念呢 你不能是随口念 你必须是用心念 你用的心 才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才能够做到一念相应 相应就是感应道交的意思 一念相应下面是一念佛 一念佛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这个念头 我用心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我感应阿弥陀佛的功德来 我当下这一念 我就是阿弥陀佛 佛就出现 这用什么来解释呢 就是 我们的心就跟静止一样 就跟一个水 千江有水千江月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我们心很平静 也很清静的时候呢 我念阿弥陀佛 然后阿弥陀佛就会显现在我的心上 就好像水上面就有月亮一样 这个就是一念相应 一念佛的道理 好 所以重点就是在什么呢 你心上的阿弥陀佛能够维持多久 所以当我们在一心不乱的时候呢 所以一心不乱就是你没有其他忘念的时候呢 你那时念佛号 不论你念了几句佛号 你的心就能够维持那几个念头的阿弥陀佛 有这种体验的 同学们呢 应该就会知道 但是等到你有 其他忘念一场生的时候呢 就像那个水面 就有的那个 波浪一样 然后那个月亮就开始变模糊了 我们心就是这样 所以一念相应佛就出现 佛性也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进土中的 一个特别的法门 好回到经文 经文说 禁文说 霍时 世家父子 是根据前面那一大段的 世家就是家庭里面的父子兄弟夫妇天伦 天人生活很好 天人生活很好 但是也是无常的 那这个父子兄弟夫妇关系呢 霍时就无常来的时候呢 世家 父子就是父亲年老死的 然后做儿子的 就是黑法送白法 就是儿子为老父送终 那也有儿子先走的 那就是白法送黑法 或者是兄弟哥哥一方先走 或者是夫妻有一方先走 这个就是一死一生更相哀悯 报纸上讲 今年过年这一波寒流啊 就是走了很多人 好像是过年两天 两波的寒流就走了一百多个 所以造成的话就是 殡仪馆会忙不过来 年后到现在还是有 最近有些佛心班的同学 的家人 又是这样子 这就是无常 那基本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一死一生 死掉之后呢 又会再转世投胎 然后又再一生 所以一死一生呢 家里眷属 就会为他感到痛苦 更相哀悯 蝶香故恋 蝶香就是互相 然后不断的故恋 所以这一生呢 家人 某个家人先走了 眷属 哭他会要送终 现在是会不会再碰到一起 不一定 肌体不高 这个就是 八苦里面的叫什么 爱别离苦 就是生也死别 是人生非常 最苦的一件事情 恩爱世慕 忧念皆福 就是原来家庭互相恩爱 忧念皆福 忧念就是忧心 念呢 就感情很重 那这种很重的感情呢 就是祈福 杰福是指什么呢 就是 死掉的人的 我们讲 亡魂的神是 这神是就是什么呢 众因生 就会 因为你在哭的时候呢 其他神是离开他身体 但他看得到也听得到 他会舍不得 会待在这个家庭里面 或待在这个 他的大底旁边 舍弃不下 舍弃不下 就会怎么样呢 就随着他的业 本来他该去哪里 就会去哪里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杰福很重的话 会怎么样 他会 选择 留在这个家庭里面 结果呢 会变什么呢 一般来讲就会到畜生到 这个故事很多 有些是变什么呢 福报大一点的会变成什么呢 好啦 我们说福报大一点的 会来是 再当这个小孩子 或是当孙子 还是当人的 这还算福报大了 如果当人当不了 会当什么呢 动物 动物是什么呢 就宠物 或者是 老鼠啦 蟑螂啦 或苍蝇蚊子 或是蚂蚁 他就是要待在这个家庭 那还有 那个就是变成昆虫了 那这边讲一这边讲的就是 古税有个公案 夫妻很恩爱 丈夫走的他也在哭 一把鼻涕一把泪 就丈夫看了 走不掉 断气以后呢 就变成 他胎在鼻孔里面的一只小虫 你说黏 黏成这样子 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金刚宁讲众生里面 任意经也是有讲 卵施胎化 卵生 胎生 施生化生 接着鼻涕的施气 转生 就是变成小虫 所以 还是变 刚讲的毒蛇 出生到了 这个是什么 劫福 因为他们没有学佛 就不知道这个 投胎的风险 心意痛濁 叠相固恋 心意痛濁 就是家人对死者的心意 意识第六四 痛濁是什么呢 悲痛 濁 就是执着 就是执着 疊相固恋 彼此互相固恋 彼此是什么呢 家人 思念着 死者 那死者的神仕呢 也思念着 家人 窮日逐穗 窮日就是中日 逐穗是整年 无有解疑 无有解疑 没有解除的时候 这感情是真的很深 一般 你有经历过的 你才能体会到 这一段 所以当 父亲母亲走的时候呢 如果你跟父亲母亲的感情深 也是会经历过这一段 或是夫妻之间 也会 所以如果能够 早点了解 这种家庭的话 就找住准备 就怎么做呢 就是平时就要念佛 平时就要念佛 那灵命中的时候呢 就是要先交代 要来注念 而且你要交代 比如说老人家有念佛 就要交代家人 准备往生的时候呢 就是能够帮助念佛 除了请怜友来注念 家里人也能够帮忙助念 然后感情很重的 就是请他 不要再注念场合 以免他哭哭啼啼会打搅到 这个就是就在做准备 这个就是一种 静孝道 很多人不明事理 然后呢就是因为 你恩我爱 施意念佛的念头 好像神子打上千万的老解 从生到死都解不开 所以一直在忧愁痛苦里面度过 白去一长歌就讲 天长地久有时静 此恨绵绵无觉期 事无有解释 就是最好的说明 还有 春长至始释方静 蜡炬成灰类死干 这就是蝶香固定 穷日逐穗的说明 那就像廉慈大师呢 这是明朝 的四大高僧之一 也是晋鲁宗的 第八代祖师廉慈大师 他做了七笔沟 奉旅 卵族恩爱牵肠何日休 火鬼喬相守 云境还分手 賞 为你两筹谋 批家待机 如破冤家各自循门走 因此把雨水夫妻一笔沟 好 接着禁文二 可以请庄师兄来念吗 教育道德 心不开明 思想恩好 不离情欲 分蒙暗色 暗色 分蒙暗色 愚惑所赋 不能深思熟悉 心志端正 专精行道 决断世事 便玄至静 年寿终静 不能得到 无可奈何 好 谢谢 这是第二小段 教育 心不堪言 前面经文是讲 一般仿佛 他不能听到佛法 所以他不明白 那这一小段是讲 他已经听到佛法 但他智慧被堵住 所以心不开朗 不了解佛法 所以他能够看得到 新书 也能够听得到 经文 但是怎么样呢 看也看不懂 听也听不懂 所以这一段是在讲这个 教育 就是 有三次是 来教化他 教他什么呢 道德 道就是佛法 德就是得本功德 功德是自己修出来的 信德是本有的 但是你要透过修德 才能够把你的防恼放下 煩惱有哪些呢 就是贪嗔痴 慢疑 这些煩惱会把我们的 本性遮住 本性遮住所以我们的功德 就发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的功德 出来就不管用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 佛法的基本原理 然后依教奉行 那销手术功夫在哪里呢 就是要把三读五义 要放下 三读就贪真吃 五义是才是明时税 要把这些都放下 修行就是要把这个 三读五义都要放下 你能够去掉一分 我的信德就显现出一分出来 贪嗔痴慢疑去十分 本有信德就显出十分出来 借着修行 你显出来的功德就叫修德 修行才有的 那这个修德就是叫功德 好 所以交以道德意思就是 有善知识告诉他 你要学佛 你要修行 结果他怎么样 心不开明 因为他的心是闭塞的 为什么闭塞 就被三读五义障碍住了 好像乌原把太阳遮住 就好像今天天气 早上有太阳 到了下午呢 就是乌原蔽日 不但乌原蔽日 而且还下行毛毛雨 就像这样 我们心就像乌原蔽日一样 被闭塞的心不开明 这个明呢 也是本有的 我们自信本质具足大光明帐 所以为什么叫明心见性 这个明你可以说是明白的明 明呢也可以说是大光明的明 我们本性是什么长期光 永远是光明的 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寿 然后也是无量光 那不但阿弥陀佛是无量寿 是无量光 我们的本性呢 也是无量寿 无量光 所以理论上 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性 跟阿弥陀佛的本性 是相同的 都是无量寿 无量光 只是我们凡夫呢 因为 被累事累积来烦恼遮障 所以就心不开明 心不开明就怎么样呢 思想恩好 你就想的就是 谁对我有恩 谁对我有好 物敌情谊 这个情就是刚前面讲的 男女之情 那欲呢 就是五欲 整天想的 就是谁对我好 谁对我 想都是情欲方面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照任元经说法 一切众生皆以 淫欲而增性命 就生死根本就在这边 所以任元经也讲很清楚 如果不断迎庚呢 你要成到如 煮杀成犯 无有是处 所以当你 整天所想的 就是思想恩好 不及情欲的话 你就会 昏蒙 暗色 余祸所负 你的理性没办法起作用 你的智慧被遮蔽 就会昏成成的 所以这个昏 我们一般讲就是昏暗 黄昏就是要天暗的 跟光明是相对的 蒙是蒙壁 暗是心里就一团黑暗 色就是必色 光不能通达 不通就是叫射 比如塞车的塞也是同个意思 余祸所负 余祸就是指无明 根本无明之末无明 一层一层遮蔽 好像常中所讲的 无明黑系统 把它覆盖起来 这就是心不开明 因为你的光明发不出来 所以不能够深思熟悉 就你没有办法去深思熟悉 就是说你的最基本的智慧 你都不能够 发出来 发出来 我们一般做事情要先经过思考 对不对 如果说比较重要事情 你就是要做全旁思考 或者叫深思 什么叫深思呢 就是你想的 你想的不能只想表面 你要再想第二层 这是再想第三层 那为什么深思呢 因为我们行菩萨道 一方面要自度 一方面要度他 在自度度他的时候呢 你要必须要懂得世间的种种假象 如果你的智慧不够 你就会被假象迷惑而颠倒 也就是说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度的 尼菩萨过河 你自己都被假象迷惑住的 你怎么去度人家 所以 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 必须要深思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要用智慧去判断 所以低层功夫 你要用世间的智慧去判断 我们一般说四字变充 打比方说 现在网路遥远很多嘛 诈骗很多嘛 所以 当你在手机上看到传来讯息 是真的假的 你第一个 你要先去查证嘛 对不对 很多人是 左手进右手救出了 然后马上就广发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最基本的智慧去判断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不是诈骗 这个还是算四字变充 那第二层 你就要用出出世间法的智慧 出世间法的智慧就是你要去判断 这个是有这个讯息是不是有利他 还是利治 如果利他的 然后你去判断 是真的 OK 那你管发 好吗 没问题 打比方说 前阵子土耳其 跟叙利亚的大际证 就是很多不是发起要捐物资 物资或是捐款 有没有上款的 对 所以你要去查证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账号对不对 还是做到私人账号 如果你判断 正确的 是利他的 OK 那你当然就是要去做管床 然后你自己也要去 去行动 自己也去 捐物资去捐款 这是出世间法智慧 那第三层 就是你要用到什么 波折智慧 波折智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空性的智慧 就是什么 不助向 不助向是什么意思呢 就经安经上面所讲的 不助向不思 也就是说当你在第二层 你去捐物资去捐款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到不助向不思 不助向不思 其实就是什么呢 三分体空 如果是 恭喜你 你的功德就跟虚空一样大 如果你做不到 你有助向 有没有功德 有 但是那个 就是变成人天福报 那这个 就叫什么 生世 那有没有在生的呢 有 在生是什么 心音上面所讲的 行生波罗波密多的时候 照见五愿皆空 度一些苦恶 那这个就很难了 那这个要请谁来教呢 一般是要实地菩萨 比如说观信菩萨 或是文书菩萨 来教了 那这边讲的生思 还没到那种程度 好 熟记呢 就是对于未来事情 要去好好做计划 不能够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很容易出错 所以生思熟记就是 以修行来讲 其实就是 要控制自己的起心动念 所以要控制自己的念头 也是金刚经济开始的 薛福提 就是问佛 翻阿玛多善玛三菩提心 善男子善女人 云和因柱 云和降伏其心 怎么降伏我们的心 为什么心要被降伏 因为我们的心是忘心 是心圆亦玛的心 我们很容易一起忘念 忘念的结果 就是我们想的 都会是在我们的 瘦博世界五卓二世 就是想的都是财色名时税 所以 大家可以 随时去看一下自己的念头是 在想什么 如果你不自觉 其实很容易就会想什么 想世间的事情 对不对 很正常 你不是在想工作上的事情 就想家里的事情 或在想什么 然后 吃的喝的 或天气冷天气的 都想这些 我讲还是学佛人 除非你有提起正念 刻意提起正念 你才可能怎样 念佛 念法 念生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在这个瘦博世界 好不好修行 很难 我们一天二十小时 一天能够戳出一小时 来做定课 念佛 念法 念生 或是打坐 都不容易了 能够做到 那就恭喜你 为什么值得恭喜 因为你可以往前 不会后退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这是谁讲的 孔子讲的 如将是什么法 世间法 如果世间学问 你不进都会退 那么请问苏世间的佛法 会不会更会退转 会 会 很容易退 对喔 所以要怎么办 有空的时候 我都会教佛经班同学 有空的时候 就念几句佛号 想到就念 想到就念 因为一般人老实说 不太容易做定课 但是我会鼓励同学做定课 如果你做定课之余 能够想到就念 这个叫闪念 那还是值得随喜的 如果你定课做不到 连闪念 都没想到 要念的话 那就两个字 是堪虑 因为你的心容易被外面境界转 而不能转进 甚至熟悉就是这个 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讲到佛号 不论你是定课念 或者是闪念 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呢 当你心很乱的时候呢 其实越要念佛 在末法时期啊 一般人逆境会比较多 比如生病 生病的会多 因为无常嘛 或者说工作不顺利也多 感情不顺利也多 或财产不顺利的也多 越是逆境 越要念佛 因为念佛呢 它就好像 一颗定心丸 或是像摩尼珠 可以把 污浊的泥水 让它沉淀 就有点像明凡的效果 把那些 泥水 透过明凡 把那个 泥巴 往下沉淀 然后上面的水 就会相对干净 就可以喝 所以这句佛号 是靠得住的 所以什么叫生生熟悉呢 其实就是 用这句佛号 来转 若能转进 折同如来 若背进转 那就是反复 心志端正 专精行道 绝断世事 就是 如果不能生思所济 又不能够心志端正 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专精行道 专精行道是什么呢 就是 你能够专心精进的 修行 决断世事事 是什么呢 决断就是 你有这个智慧 你知道万法无常 假的 不好的 我们刚刚讲 财赦民事税 不好的该断就要断 如果你单断不断 必受其断 刚刚打比方说 有时候 如乱麻一样 你干 或是像杂草一样 有时候像春天农夫在耕耘的时候 到天有些杂草 你要除掉嘛 对不对 你该断的 该断的 这些杂草 不除断 那杂草会 把你这个 农田 的营养 都吸走了 所以你的稻米就会长不好 这个叫必受其乱 你就不能够决断世事 决断世事就是 你很清楚的 就知道 这世间日事 孰正孰非 孰善孰恶 这个你要基本的判断 便玄至尽 年寿中尽 玄就是很快 你这一生很快就到尽头 然后不能得到 无可奈何 就是说你这一生很快就到终点了 你不闻到是因为过去没有种上根 闻到这个法门 然后你闻到法门 你又没有珍惜 然后 不可奈何 你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 我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提醒同学们 这一生好不容易有的人生 然后这一生又 更难得能够听到禁徒法门 一定要把握 这一生短短的人生 好好念佛发音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 没有人会给你保证 你下一世 能不能再来当人 对不对 没错吧 没有一个师父 没有一个老师 没有一个阿瑟礼 法王 可以给你保证 你下一世会到哪里 没有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的老师也不会知道 谁才会知道 你灵命中 到哪里的时候 有个人会告诉你 谁 对 岩柔王 但是 一般你如果说 命中之后去见岩柔王 那果报会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最好的到哪里 人道 能不能到天道 不会喔 你要去升天不会经过岩柔王喔 但是 除了人道 你还会去哪 什么道 还有三个道喔 三二道 所以去见岩柔王 不是一条好路喔 好 所以 你来世的风险是不是很大 很大喔 与其这样还不如怎么样 自己是 苦一点没关系 所以苦就是 你要抓年时间修行 多数时间来做定课 所以定课的话 不用说每天早晚要几分钟 不用 时间自己定 重点是什么 养成一个习惯 有时候时间到 那时间到 我就 做我的功课 你要念佛也好 念经也好 都可以 你要打坐也OK 好 所以 20小时你说半个小时做定课 我觉得那是至少的啦 有些老师还会要求你 每天是打坐两个半小时的 也是有 然后其他时间呢 下坐之后其他时间呢 有空就念佛 好 那么这样子 你往生吉日世界的激励 是不是就是大幅的提升了 是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因为基督法门是智力加他力 智力就是我们自己念佛的功夫 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要互相配合 你不能够说 我平常太忙了 结果呢 就怎么样 我开念佛机 我用念佛机帮我念佛行不行 不行 那是念佛机在念的 不是你念的 那你如果说念佛机开着 我跟着他念行不行 可以 所以重点是在你有沒有念 好 前面说过 于是众生不亦善有 即使有善之士 给他讲一些道理 开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一切都是原生原灭 苦共无常无我的道理 好 那这道理呢 结果 他完全听不进去 他心里被闭射 无明黑暗 只知道思想恩好 不离情爱淫欲 如念经讲 若不断淫 众有禅定智慧现前 必若磨到 四字二章经也讲 人从爱运生忧 从忧生不 若离于爱 何忧何不 所以可见 情爱淫欲是最可怕的愚痴 昏蒙暗色 这是形容愚痴 不明因果施理 不信事轮回 叫做蒙蔽阻塞 不欲善有不信经法 这叫昏迷黑暗 都是愚痴无明烦恼所负的缘故 因此 因此 世间法的做恩处事 你都不能生思熟悉 只知道胡作妄为 然后 损 损人也不利己 这类愚痴众生呢 所以 他一生就是糊涂糊涂的来 死呢 也糊涂糊涂的去 糊涂一生 这个叫万般待不去 唯有夜随生 乌可奈何 好 金文三写孟臣师姐念 金文三 总 总为 溃扰 皆贪爱欲 祸盗者重 物之者少 世间匆匆 无可聊赖 尊卑上下 贫富贵贱 勤苦 充悟 各怀杀毒 恶气咬明 惟忘心事 惟逆天地 不从人心 好 这一段 这段经文呢 题目叫做佛说果报不爽 也是基于上面讲的 善有三包 二有二包 那这一段有四小段 现在念的是第三小段 讲到生死的轮回啊 其实就是众生的最大痛苦 但是一般人不了解 也只在追求享受 然后呢 不知行善 只会造恶 就越造恶业呢 罪越痛苦 所以生死始终不能解决 前面讲的 眷属恩爱皆福 那教语先不明白 然后跟他讲也讲不清楚 那现在念的是 贪爱 溃扰生恶 这讲的是 贪就是 贪求心 贪什么呢 贪爱 爱 爱就是 男女之爱 还有爱什么呢 爱你的金钱 权力 名誉 地位 这个就是 贪生吃的贪 所以贪的都是 这些的 才是名识 睡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 世间所研究的认识学问呢 都只是要帮他求名求利 佛法讲的就是刚好颠倒 是要悖承和绝 悖戚世间的名利 总统成购 才可能了脱身子 为什么 因为名利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虚妄的 而且都是烦恼的 但世间人呢 他不懂 他求学目的 就是要追求名 追求利 结果呢 自己生命就短短几十年 然后他看佛法看不上 因为他觉得佛法对 对名利这些的世间学问呢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是浪费时间 这个就是叫什么呢 没有上根 所以我们如果要度人家的话 要先看对方有没有上根 这很重要 不然你跟他是对牛弹琴 他觉得你浪费他时间 其实也浪费你的时间 中其量你就是给他巴斯田里面 种下的一颗种子 有没有用 有用 多久之后有用 无量节之后 有用 这基本讲的 总为溃扰皆贪爱欲 总归起来讲 一切都是 伪 伪就是杂乱 乱糟糟糟 没有秩序 溃昏沉沉 糊底糊涂 老干老 就是在讲 凡夫在六道里面 起念头都是妄念 杂乱无章 想东想西 心里也不开 看不清楚 到底也不明白 非常地杂乱干扰 除了自己干扰自己之外呢 你还会去干扰别人 干扰家人 所以你整个的身心都不一致 言语行为都互相捣乱 既打扰自己 又打扰别人 那问题出来哪里呢 皆贪爱欲 爱欲的话就是男女之间的 爱欲 这个爱欲前面讲过了 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欲呢 你没有 根除的话要出六道很难 那么能不能用辅助呢 可以辅助 比如说小圣人先一次把贱货断除 然后贱货断了之后呢 然后你的失货呢 就是你可以先辅助 慢慢断 你先证到出果 那我们再哪里修 在人间天上来回七次 三把失货断 失货断了才证四果阿罗汉 但是还没成果 成果还有三大阿僧喜结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 见过失货 容不容易断 不容易 不容易断 那不容易断怎么办呢 所以 建中的主师大德就教我们 就是怎么样 待业往生 我的 见过失货 我断不了 我就怎么样 辅助 我就把我的贪生之慢于辅助 然后怎么样 不起现行 不起现行 意思就是 我不让他发作 我看到喜欢的 我念头一动 但是 我不会 就是我深口一三叶呢 我的一叶动 但是我口叶 不发 深也不发 什么叫口叶不发呢 打比方说 人家骂我 我以前是不是就是 很容易就是把他点回去 骂他回去 好 那这个就叫 起现行 口叶就发作了 那深夜呢 比如说人家骂我 比较严重一点 是不是可能就是 一言不合就怎么样 打起来 那打下去就更严重了 那就是起现行的 严重型 那这个不行 所以什么叫不起现行 人家骂我 我要忍住 我不能够还口 我口叶不起现行 我深夜呢 我当然就也不会去动作了 当你的 孕叶在 动的时候 即使你不高兴 但你不高兴 只是一时的 对不对 你一下试过境迁了 但是呢 如果你口叶起现行 你骂他回去的话 那可能没完没了 对方可能怎么样 继续把你骂回来 那是不是就没完没了 对 所以 辅助烦恼意思就是说 你碰到逆境 人家对你 有诽谤你 骂你 你就忍住 以世间法来讲 就是试过境迁 好 可能过几小时之后 就没事了 那以初世间法来讲 你就是有 缘起现行的功夫的话 缘起当下 你就看不过这次 信公 那更没事 这叫辅助烦恼 你的建物失货没断 然后怎么样 以辅助烦恼的功夫去念佛 然后 可不可以往生极致世界 可以 谁说的 金公法是说的 然后你到极致世界的花包里面呢 在透过那边的环境 你要断这个建物失货 很快 因为那边 你所看到听到的 都会帮助我们念佛念马念生 那时就快多了 所以这个金公法门说 就是一个特别方便法门 好 那这边讲的就是 我们在这边修行 我们在这边修行 几年 自己要断烦恼很难 刚刚前面讲的 好 所以我们断烦恼很难 那这边是引用金公法师的说法 就是说有些人在提上人间净土 要把人间变成跟西方极致世界一样净土 容易容易做到 更难 因为释迦摩尼佛 祂鼓励我们 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 是鼓励我们去极致世界 对 实际说起来 释迦摩尼佛没有要我们把 说法世界建成人间净土 这是真的 所以这点金公法师讲的很对 因为说法世界它只会怎么样 越来越卓 你要在越来越卓的一个 世界要把它建设成人间净土 很难喔 很难 那你说当来夏日米瑞珍佛 来的时候不是人间净土吗 是 但是那是什么时候 那时不是五座二世喔 那时人寿八万岁喔 不一样 不一样喔 所以 还是要赶快求生净土 才对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 见或施或辅助 不要起现行 寿命中了没有障碍今后往生 这个就叫代业往生 也就是我们贪生吃的总是还在喔 只有金融法门才做得到 其他通路法门 你总之没断 甚至不能了 所以为什么以其他通路法门来看 比如维世啊 或教下 或禅宗 或密宗 来看金融法门 他们会觉得代业往生 不合佛法教理 没有办法接受 那是因为他们 没有了解金融法门的真实意 你了解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净土法门的经典 一定必须要是 金融法门的老师来教 那现在也是有其他的 唯世的中派的 或是一些教下的老师 在教金融法门的经典 比较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深入金融 你不能够完全解得如来真实意 你可能会有讲错的地方 所以总而言之呢 贪嗔痴就是 你贪 贪到的会增长你的贪心 因为 比如说你想要一百万 他不能努力你赚到一百万的 好 请问你的贪心会不会停下来 不会 为什么你没有设定下一个目标 多少 两百万 是不是就增长你的爱心 然后一路增长到一千万 对不对 贪心是没有止境的 好 贪不到的时候呢 就会有什么烦恼 就会有成心 然后你执着你 你的目标那就是吃 这个就三毒 所以货到者重物资者少 迷惑颠倒的多 物资者呢 开悟的越来越少 因为在末法时代 更这样 这半年来啊 就连续三位高僧大德往生 先有金光法师 半年后是新传法师 佛陀世界的新传法师 再是新元大师 所以就是高僧大德凋零的越来越多 那你奖金说法也跟得少 开悟的就越来越少 所以为什么再过九千年会 佛法黑暗时代 因为众生福报越来越浅薄 世间匆匆无可了赖 世间就是我们这个朔博世界 匆匆的话就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世者如师夫 公子讲的 时间匆匆过去就跟这个流水一样 所以既然时间匆匆的话 我们就要 重新归要我们现在的人生 要重新去检视我们的目标 设定的是 价值是在哪里 没有错 可能以前你设定你的世间的名利地位 你有赋予他一个价值 因为可以养家苦口 那种在世间有 有名利有地位有财富 好 但是 到了末年 你这些都带不走 而且还会影响到你下一次的话 你如果在时间拉长看到下一次的话 你再重新检视我现在人生的目标 你会有另外一种的想法 会帮助你去重新检视 我的目标又设定在 是否要自立呢 还是否要多立他 以佛法来讲 你自立是能够多立他 你这个布施功德 会帮助你的智利 刚讲到十三页 十三页精神就是立他 就是要多做布施 所以以你布施立他的功德 会帮助你下一次 会到哪一道呢 天道 你就会升天 你在天上想的福报啊 其实就来自于你人间行十三页的功德 那要什么就有什么 寿命也比人间差很多 你再也不用朝九晚五 不用那么辛苦工作 那还只是天道 好 好 那如果说 你说天道还在 还没解脱 那恭喜你 你有这种概念 你就可以把 你行十三页的种种的功德 都怎么样 回向往生 极日世界 可以帮助你的 往生知良 这也是阿弥陀经所讲的 不可以少上跟福德 因缘得生比过 也就是说 要往生极日世界 必须要大上跟大福德 大因缘 什么叫大福德 就是要行十三页 这在观经里面有讲 要上品上身的话 要净业三福 净业三福 净业三福里面有列十条 其中一条就是要行十三页 也就是说我们行十三页 果报有几个情况 第一个 我来世往生天道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去极日世界 没问题 你来世可以升天 第二个果报 你行十三页 第一种是升天当天人 第二种是你升天当什么呢 天主天王 不过你要配合修施无量心 慈悲喜舍施无量心 你就可以当第四天主 或当大方天王 第三个果报 你回向往生极日世界 那个功德就可以帮助我们上品上身到极日世界 好 那如果说你要上品终身或是其他九品的话 其他八品的话 你可以不去十三页没问题 你还是一样到极日世界 好 所以今天讲义最后呢 就是有个结论就是 因为世间匆匆 其实人间是很短的 人间苦短 刚讲到天界 人间五十年 在世天盲天的天来看 只是一天一夜而已 人间一百年 在道地天的天来看 只是一天一夜而已 所以 你今天如果是从天人 向人间走一趟的话 如果你五十岁就回去 你只是世天盲天的一天 如果你是从道一天来的 你五十岁回去 你只是那边的半天而已 所以对他们而言 人间寿命是真的很短 就有点像我们在看这个昆虫 比如像看那个蚕 夏天蚕会叫对不对 它寿命也是很短 或是看那个昆虫 寿命很短 是一样 但是他们不觉得他们寿命短 这就是相对的 好 所以世间匆匆 也是无常 那你也知道是虚妄的 所以我们就要 借假修真 用有限的生命 这个虚妄的身体 虚妄的心 来念佛念法念生 然后断耳修缮 行实战业 把功德回向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当我们到极乐世界 当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是 叫做乌鸦变疯狂了 本来是待于往生的凡夫 生死还没断的凡夫 生死还没断的凡夫 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现在花苞里面修行 把剑谱之后断了之后呢 然后离开莲花 花开见佛 听阿弥陀佛说法 我们就是 明行进行正无生法人 我们就会 我们的 果会就是会跟菩萨一样 就跟众善三人聚会一处 到那边沉默就很快 然后到那边呢 你要称愿再来度众生 OK 欢迎 或者是你要 等以后弥勒菩萨下成佛的时候呢 下来 来听法 欢迎 你会是弥勒佛的VIP 因为你在天上是跟他是一样是师兄弟 师兄弟身份 如果说我们现在去 都帅内院 我们跟弥勒菩萨的关系是师生 所以跟着弥勒菩萨一起下来 趁佛的话还是师生 师生关系一般是陈阿罗汉 但是我们从极乐世界下来 跟他一起下来 他是佛 我们是菩萨 而且是师兄弟关系 这个利益 在智大师的净土师 十一论里面就有回答过了 好 那今天讲一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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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